迷谱的违规事件 先来看到的是花莲县 有一辆小货车行驶途中 车顶上竟然趴着一名男子 玩命的行为把民众吓坏了 而画面PO上网之后 警方也寻现找到他 他辩称自己是在车顶调整天线 白色小货车开在路上 仔细一看车顶怎么会有位红衣男子 两手扶在车前坐在上方 用了一个角度来看 车辆在路口停动红灯 货车上男子突然变成趴握姿势 画面一出网友都看傻眼 不知道男子是在车顶演哪招 都说真的很夸张 所以你会觉得他这个 是在耍帅就是了 有点可能是要上船赚点约率 就非常危险 我不觉得他是好玩 我是觉得他是在冒险 这掉下来也是他的问题 他要做超人 你能怎么样 离谱行为在日七号晚间六点 花莲吉安乡南滨海海岸路口 日三岁王姓货车驾驶 准备去上班 但车子上方却趴了另一名男子 他辩称当时要调整天线 才会爬到车顶 但这样夸张做法不止危险 当然也违法 民众卫议规定乘坐货车影像 经查该行为 以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主法条例 第30条规定 最终可处新台币18000元罚款 这一位耍帅的行为 幸好没有酿成其他用路人危险 警方同时发现货车驾驶 只有自排驾照 却驾驶手排的小货车 再吃上一张罚单 为离谱行径付出代价 真是今天欢迎报道